4年后再夺冠 乌克兰选手和观众全场虚声 张帅霸气回应大快人心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张帅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还在说一下 最近的张帅的时隔4年之后 再次夺冠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知道目前的WTA巡回赛两战的已经是结束了最终啊比赛一个争夺 最终的我们中国选手张帅的也是顶住了重重压力了 并且是2比1逆袭的战胜了乌克兰的选手 并且首次在国外的拿到这个冠军 这个冠军其实对张帅来说有着特别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也是他呢 时隔4年之后呢再次拿到这个巡回赛的一个冠军 关键是他现在作为一个老教还能够重新站上的这个巅峰呢 而且本身就是相当不容易的 因此这个冠军的分量其实对张帅来说呢 确实是值得高兴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球迷来说呢 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高兴和自豪的消息 当然其实我们回顾本场比赛其实可以发现了那么张帅虽然说最终逆袭 打败对手 拿到这个冠军但是整个过程当中 确实拿到这个冠军是相当不容易的 其实呢如果说来自于本身的一些能力或者说一些体力问题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关键是他这一次在法国里养参加比赛 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一些 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而且加上这个选手对手是来自乌克兰 因此呢全场比赛过程当中呢 张帅没有得到现场观众一个支持 而且我们也看到每一次的乌克兰选手是 赢球战胜的张帅之后的话全场的都会进行一个很大的呼声 但是当张帅战胜对手的时候呢全场的观众都是发起一个巨大的虚声 所以确确实实对张帅来说呢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影响 可以说呢他在本场比赛当中本身就顶住了很大的一个压力 尤其我们注意到在本场比赛当中有一个黑粉的一直在干扰张帅 一开始其实张帅的也没有和他计较 只是非常礼貌的示意大家呢要安静一点 结果没有想到那么这个黑粉的好像是变本加厉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呢更是越来越去干扰张帅的一个比赛 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最终忍无可忍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张帅呢也是用手指霸气的指着那个黑粉并且大喊说come on 那么之后呢也是用最终的一个冠军的来霸气回击这个黑粉的一个攻击和全场观众的一个虚声 所以可以说其实目前来看我觉得张帅的这次拿的冠军的真的是扬眉吐气 面对所有来自外界的一些压力和歧视呢他也并没有退缩反倒是最终的用一个漂亮的成绩来回击了 这些人的一个质疑真的是大快人心 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张帅这一次拿到冠军的确实是非常不容易那么在比赛结束之后的话 他也在社交平台当中的发表了一篇长文 并且的用八个字来回顾了自己这一次的一个夺冠历程 并且用12个字来回顾了自己的夺冠历程 他说岁月虽然蹉跎但是理想了永远年轻 他也是想用这样的一句话呢来鞭策自己之后呢 继续努力继续取得更好的成绩 毕竟我们也知道其实对他这样的一个老将来说呢能够坚持到现在打出这么好的成绩 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前几年他的一个整体比赛并不连贯导致他的一个世界排名呢也是不断的掉落 可能呢这场比赛并没有太多的人来看好他能够拿到冠军 所以最终在顶住重重压力之下呢也是打破了外界的一个偏见 并且呢也是告诉了自己作为一个老将的一个精神不死 再次站到最高的领奖台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真的要再次为张帅点赞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他这一次呢面对外界所有的一些 唱衰和质疑呢他也是用霸气的一个回击呢来证明自己的一个实力真的是超强大的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